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民国103年 这个单选题的第17题 这个题目其实跟考古题有点类似 这考了一个很简单又很冷的一个小主题 就是有关于苦课定律 以及弹簧的所有串并 来我们先看懂这个题目 这个现在的考试题目我说过 这个大考中一出的题目都很涌场 你要看懂这个题目 他说由弹性物质的性质可知 如果将一个弹性对折 相当于把弹性绳采解成相同长度的两段绳子 每一段绳子在相同的外力作用底下 它的生长量是原来的一半 基本上它就在暗示说 弹簧如果把它减断减断 长度如果倍一半的话 他的弹力传出会倍倍 弹力传率会倍倍倍倍 所以其实前面这段叙述其实没有必要的 各位他说如果有远长20公分的弹性绳 它外力跟他的生长量的关系如突无所示 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题目给我们这个图 这里有个叫外力 这里有个叫生长量 超过我们的特定的生长量 当然有可能会产生这个所谓的 这个永久的形变 所以我们的测量一定要在弹性限度内 但是考试的时候 我们要表现出我们专业级的这个本能 就是要注意单位 这是牛顿没有问题 但是这是公分 所以写的时候注意 当然也没有说一定要标准单位 但是你在写的时候 单位的话要一致 它现在说20公分 接下来就把这个弹性绳对折 那两端点固定在跳滑板上的同一位置 那在对折处牵持雪挂一物体 然后再缓慢的放手 平衡的时候发现物体下降两公分 这物体的这个重量大概是几牛顿 来这个题目呢 这就告诉我们了 这个考古题呢 这个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乖乖的做 其实跟87年考试的题目呢 有点类似 它就告诉我们说 都挂上去平衡 对不对 简断 那再把它怎么再把它避免 其实跟怎么 这一题研考题是一模一样 好来同学 所以我们现在来算一件事 就是你原来这个绳子呢 它的弹力常数 到底是多少 好根据我们讲 虎克定律f'x 所以这个k呢 叫做f除以什么 除以x 所以我们要看回到 这个原来的题目 给我们的图 好来各位 假设说我们整个一起算 好这整段 对不对 有点像要算它的斜率 力呢叫4牛顿 伸长量叫10公分 你用2除以5也可以 4除以10也可以 这个答案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同学 它的弹力常数呢 我们用4牛顿除以10公分 但是我单位顺便把它标出来 这个公分并不是所谓的这个标准单位 但是你只要单位一致就可以了 如果你减断弹性整的话 弹力常数变2倍 那题目在一开始 题材里面暗示你 所以变2k 好再两条吗 这个再把它整理 再把它并点 所以这里变2k 2k就等于4k 所以如果你把它乘进去 原来的k是0.4 那现在乘以4k的话 1.6 它说东西挂上去以后 就这个物体啊 挂上去以后 它往身上两公分 所以物重多少呢 简单啊 就是c的k乘上x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讲 你简单变两倍 并年呢 2k加2k 4k 1.6乘以2 答案多少 答案3.2 所以答案就学是 就学c选项 好所以我想 这题目的叙述 应该看起来 好像真的非常非常复杂 但是整体来说 基本上 跟我们刚刚讲87年呢 这个日大考的问题是一样 所以考古题 这个奖励三的范例呢 一定要做得非常熟练 好所以我想这个题目呢 提供给大家 简单的参考一下